第七 备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 这一块我们考生容易说 我们这不是风险导向审计吗 内部控制这怎么还有风险评估过程 大家一定要注意 按照我们现在内部控制 就一个企业设计运行内部控制 也叫全面风险管理 它的内部控制不是随随便便设的 不是说把内部控制的基本的原则 它的应用的基本的要求 拿过来或者照一个模板 咱们就这个 没准实物当中有的企业是这么做的 但实际上是不应该的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在设计的时候 它首先要先定下来 它要实现的什么 它的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啊 它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为了这个目标 为了就是要想实现这目标 它再要识别评估 影响目标实现的什么 内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风险 都有哪些 然后去评估这些风险 有的风险虽然存在 但是这个风险带来的损失并不大 远远低于控制它所付出的成本 那我就不用控制了 是不是啊 有的风险呢非常非常高 我应该控制 但是我可能没有什么相应的控制政策程序 来约束它 我找不到相应的控制政策程序 我对这个风险现在是无能为力的 那我这个目标我就不实现了 我就不要这个目标了 是不是啊 再有 如果这个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也有相应的控制政策和程序 来控制这个风险 保证目标的实现 是不是啊 合理保证我们的相应目标的实现 那我这时候对我是针对这种业务 是不是啊 这种风险设计执行相应的内部控制 所以这是大家就可以看到的 我们一个企业设计内控 也是用的是什么 也是用的是风险的什么 全面风险管理的这种理念 所以也是一个风险评估的过程 也得去识别评估风险 然后为了管理这个风险 用控制政策和程序来管理这个风险 最终实现我们的什么 经营的目标啊 那个我们这些最终的控制的目标啊 等等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大家呢就知道了啊 那我们这个被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 实际上它也主要怎么样 这个要素也主要与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相关 当然了 在一些具体业务的风险管控当中 比如说投资业务 是不是啊 那我们投资业务本身风险就比较高的 什么涉及到金融的这些业务 是不是啊 那它风险比较高 所以那我们在业务流程当中控制 对风险的什么啊 对风险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 对就风险管控比较严格 那这种在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管控 那这是和认定相关 但是更多的我们整体层面得有什么 得有风险评估的过程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注册快师 应当询问管理层 识别出的什么经营风险 并考虑这些风险 是否可能导致重大错报啊 然后在审计过程中 如果发现了与财务报表有关的风险因素 注册快师就可以通过向管理层询问和检查 有关文件确定被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是否已经发现了这个风险 如果识别出管理层未能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 就有些给企业带来的风险管理层没有识别出来 是不是啊 管理层的风险评估过程没有识别出来 那我们注册快师应当考虑被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 你为什么没有识别出来这些风险 那以及评估过程是否适合于具体环境 那你就你的风险评估过程是不是形同虚设 是不是不适合你企业 你的风险评估过程因为没有发现风险 是不是啊 这个重大错报风险我们注册快师识别出来 你没识别出来 那就证明你的风险评估过程可能是有重大缺陷的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被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个大问题 信息系统与沟通 实际上这里面包括一个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 一个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这个沟通 包括两块 这一块呢应该也主要也是从什么 就像是信息系统往往也是我们一般控制 是不是啊 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计算机运行的这个条件啊 环境啊 用的是什么软件啊等等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一块呢 信息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吧 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 包括用以生成记录处理和报告交易事项的请和情况 对相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履行 进行管理责任的程序和记录 所以都是一些原则上的 所以都属于我们一般控制的内容 是不是啊 所以它更多的适合什么 适合我们报表层次相关 所以这是我们只有这个到了具体业务上 才和我们这个信息处理 才和我们怎么样啊 认定相关啊 到具体交易上 到具体的业务流程上 才和我们认定相关 所以在这儿 大家就可以看到 第一 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应当与业务流程相适应 总的得和下面的怎么 一般的得和应用的相相互怎么样 关联相互适应 这个应当特别关注由于管理层临驾于控制之上 而产生的重大错报风险 再有呢 这个自动化 自动化程序和控制 可能降低了发生无意的错误的风险 但并没有消除个人临驾于控制之上的这种风险 这是我们信息系统 接着沟通 沟通主要是什么 怎么去流转的问题了 是不是啊 沟通员工和员工之间 各个岗位之间 员工和他的上级之间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们沟通 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沟通 包括使员工了解各自 在与什么啊 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方面的角色和职责 员工之间的工作联系 工作联系就我们之间是怎么 我给他什么 他给我什么 是不是啊 等等 以及向适当级别的什么 如何向上一级是吧 适当级别的管理层报告例外事项的这个方式 发现问题了 怎么去反馈 怎么去报告 是不是啊 所以那这一块呢 我们要注意注册快失 应当了解被审单位怎么样啊 内部如何对财务报告的岗位子职责 以及与财务报告 以及与财务报告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什么啊 进行沟通 我们得关注它是怎么规定的 是不是啊 注册快失还应当了解管理层与治理层啊 特别是审计委员会之间是怎么沟通的 以及被审单位与外部的监管部门是怎么沟通的啊 这都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吧 这种沟通管理层和治理层被审单位和外部的和监管的 是不是啊 那这都是什么报表层次的啊 只有到了什么具体的业务流程上 那这个比如说销售是不是啊 那这个接了订单 销售部门接了订单 怎么来批准 怎么到这个仓库发货 怎么那这才和到了业务流程上才和认定相关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信息系统沟通 接着第九个大问题控制活动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的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过程 信息系统与沟通 主要都和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相关 那我们控制活动 主要它就具体的控制政策和程序了 它主要和认定层次相关 因为它是在业务流程层面的 控制活动是指什么 是指有助于确保管理层的指令 得以执行的政策和程序 包括什么 和授权和业绩评价 信息处理 实务控制和职责分离等相关的活动 所以这主要是在业务流程层面的 那授权 授权大家看授权是什么 授权的目的在于保证交易在管理层授权范围内进行 就所有的交易得是经过管理层授权了 经过授权审批了 这交易才能发生才能被记录 是不是啊 你如果没有授权 你根本处理不下去 走不过去 所以大家 它可以有效的保证 记录的交易都是真实的交易 所以我们 在设计内控的时候 为了保证记录的交易是确实发生的是真实的交易 那它就得有什么 有授权审批 是不是啊 甭管你是自动化的 还是人工的 得有授权审批 这个 这项控制活动 这个控制活动 所以控制活动 甭管你是以什么方式 是以人工方式实现 还是以自动化方式实现 但是这个活动得有 这个控制得有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授权和什么 授权主要和我们交易的什么 发生认定啊 是不是啊 账户余额的存在认定 主要就存在发生 主要是为了确保真实性的 如果授权涉及到金额的和准确性和计价 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授权 接着业绩评价 业绩评价 那这个就是实际的业绩 是不是啊 和预算的 或者和目标的 是不是啊 内部和外部的 那这些 这是业绩评价 业绩评价呀 应该说他肯定和奖励呀 和晋升啊 这些呀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业绩评价 这项控制活动当中 他和这个真实性 完整性和金额正确性都相关 这是业绩评价 第三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 这就是在应用控制当中 他是怎么怎么样啊 他是怎么进行怎么样 像我们从订单的生成到一直确认销售 是不是啊 从我们采购 这个我从这个有这个采购的请求 是不是啊 到我们什么 从请购单一直到 我采购的商品入库 那这么一个全过程 那他是什么 信息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一步一步的 从哪生成往下怎么传 是不是啊 在哪这个批准 在哪这个去经办 在哪去审核 在哪记账 是不是啊 所以那这叫什么 这是信息处理 就各个职农部门之间 各个员工之间 怎么来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制约的 把这个业务 把这个交易 是不是啊 把业务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信息处理 那信息处理 和我们交易的准确性 完整性 和真实性 授权就真实性吗 是相关的 特别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连续编号控制 那他主要就是为了完整性吗 对不对啊 什么永续记录和真实性啊 和这个准确性啊 就都相关了 接下来 实物控制 实物控制呢 那这个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主要就是什么 为了保证相关实物的安全 是不是啊 所以像我们这个实际上 这里面所说的实物 严格的说叫限制接近 不光是我们实物资产 保证资产的安全 也包括什么资产和记录啊 采取适当的安全保护措施 资产不会被怎么样 不会被盗取啊 不会被毁损丢失啊 是不是啊 那记录不会被篡改啊 所以这里面呢 什么访问计算机程序啊 数据库啊 是不是啊等等 那这些 我们这种限制接近 不相关的像资产 不相关的人 你不要接触这项资产 对不对啊 那我们这个记录上 那这个不相关的人员 你不要接触这个记录 所以这样呢 来保证什么 资产的安全 记录不被篡改 啊 它和什么 它和真实性啊 完整性啊 金额正确性 自然都相关 第五 职责分离 在我们内部控制当中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牵制 是不是啊 不相容职务 不能够放在一起 一旦不相容职务结合了 就会导致怎么样啊 那它自己不相容职务 我又授权 我又经办 我又处理 是不是啊 然后我 我在记录 那我想怎么着怎么着 那这就麻烦了 所以职责分离 是要把不相容职务 给它分开 来怎么样啊 来保证我们交易 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制约的来完成 最终保证真实完整和正确 所以 像我们授权 执行 记录 保管 集合 这个量量怎么样 有授权的人 那他就不能做执行人 是不是啊 不能做这交易的执行人 交易的执行人 那你就不能做这个什么 交易的记录人 我又执行 我又记录 是不是啊 那这个 那这个 我们这些怎么样啊 授权执行 记录 保管 集合 这必须得是怎么样 分开的 而且集合人 你既不能当授权 你也不能当这个 你是 这些你是都要看的呀 你是要查的呀 所以这是大家就可以 那这个职责分离 就能够有效的保证 真实啊 完整啊 正确呀 对不对啊 那这里面 我们注意一下 注册快师 对被审单位整体层面的控制活动 进行了 进行的了解和评价 主要是针对被审单位 一般控制活动啊 主要是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 而控制活动主要影响的是什么 业务流程层面 也就是说主要关注的就是什么 控制活动主要针对的是 具体的业务流程 具体的什么认定啊 接下来第十个 对控制的监督 这是我们五项控制要素当中的最后一个 对控制的监督 实际上就是控制再控制 你控制设计的再好 如果没有再监督 也得不到很好的运行 所以对控制的监督 是指什么 被审单位 评价内部控制 在一段时间内 运行的有效性 运行有效性的过程 该过程包括什么 及时评价控制的设计和运行 是不是啊 根据情况采取 发现哪不对了 及时纠偏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什么 对控制的监督 控制的监督 被审单位 一般是持续的监督活动 是不是啊 单独的评价活动 或者两者的结合 像我们对控制的监督 既涉及到什么 报表层次的 也涉及到什么 认定层次的啊 他当然还是以报表层次为主 但是一定要明确 所有的控制都要有再监督 都要有一个监督 没有监督这控制就流于形式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个大问题 在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 了解内部控制 实际上前面我们给大家讲的 更多的是内部控制的一些 从注册快师对报表进行审计的时候 涉及到的内部控制的一些 理论性的问题 那我们从这开始就到了什么 我来了解我在这个报表 在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 我从报表审计的角度 我要了解内部控制了啊 所以在整体层面呢 我们就不用多给大家说 因为这个在控制 在我们整个的控制要素当中 母要素有四个要素都主要和 报表层次相关 所以我们肯定是 比如控制环境当中 一项一项一项的 我们都会去了解被审单位 都设计了哪些内部控制 它设计的是否合理等等 我们都要去评价 所以在这儿呢 内部控制的某些要素 比如说控制环境 更多的对被审单位是什么 整体层面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肯定 首先先做整体层面的 而其他要素呢 它可能怎么样 既于整体层面 还可能和特定的业务流程 是相关的 是不是啊 在实务中 我们应该从被审单位的 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 分别去了解被审单位的 内部控制 那在整体层面呢 它呢包括怎么样 特别是 比如说包括 对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 这种情况 是不是啊 那这个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 这都是在什么啊 我们一般都是 先在整体层面做 那在这儿呢 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 在业务流程层面 来了解被审单位的 内部控制 在业务流程层面 了解内部控制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说了一个 总体思路 这个总体思路 主要就是 结合着我们的 审计实务 首先这个内部控制 我们在业务流程层面 肯定是针对的是业务了 所以那针对某项业务活动 是不是啊 那他的这个 我们要去 他的控制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是非常明确 这项业务活动 他要实现 他的控制目标什么 他涉及到的相关认定是什么 那这个为了实现 为了控制好这个业务活动 为了实现相关的控制目标 常用的控制活动 就是关键的内部控制是什么 就按照如果设计是合理的 没有重大缺陷的 他的控制应该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是个标准似的 然后接着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他的控制活动 也就被审单位 基于对针对这个业务 为了实现这个控制目标 是怎么设计的自己的 这实际的被审单位 实际设计的控制活动 是不是啊 实际的控制活动 实际上这俩一相比 标准的标准答案和他答卷的 那这不就知道他错在哪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被审单位的控制活动 是符合我们常用的控制活动的 这个是和常用的控制活动 是一致的相符的 那他内部控制设计是合理的 是不是啊 我就可以对控制活动 目标是否有效 就设计是否合理 因为我在了解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穿行测试啊 有检查文件记录 询问观察啊呀 那也可以得出来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也就说到这儿 我们了解内部控制的目标 是不是啊 这不是了解内部控制的目标 就实现了 是不是啊 那他是否有效 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如果设计合理且得到执行 那我们就要考虑 我怎么样啊 我做还是不做 内部控制 是不是啊 是否测试这项控制 是否确定他运行的有效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业务流程层面 如何来怎么样啊 了解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这儿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销售业务啊 针对销售这个业务活动 而且是针对新顾客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如果这个被审单位 他现在呢销售当中 如果针对的是新顾客 现在被审单位是怎么设的呢 他需要先填写什么顾客申请表 这个然后怎么样啊 销售经理 具体的销售经理进行顾客的背景调查 获取包括信用评审机构啊 对顾客信用等级的评定怎么样 评定报告 填写新顾客基本情况表 这都由销售经理来做的 并付相关的资料 交至信用管理部的经理进行审批 进行信用审批 是不是啊 那到了信用管理部的 信用管理的经理 某某在新顾客基本情况表上 签字注明 是否同意设销 那这个当然不是说拿起来就签 肯定要审核一下的 运用他自己的专业知识 评价这个新顾客具备不具备这个 信用怎么样具备不具备这个相应的 偿还能力 是不是啊 然后通常情况下 给予新顾客的信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多少元 如果高于该标准 有总经理审批 大家就可以看 这就是授权审批 是不是啊 而且信用管理部经理到总经理 这点这就是什么 管理层审批信用额度了 根据经恰当审批的新顾客基本情况表 信息管理员将这个有关信息 录入被审单位的这个录入企业的系统 系统将自动建立新顾客档案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啊 那这些完成了以后 新顾客才能够与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下订单 是不是啊 下采购订单 对于初次新顾客的初次订单不允许超过信用额度 如果新顾客能够及时支付货款 信用良好 则可以按照现有顾客就老顾客来进行交易 所以这个业务活动是销售 新顾客的对新顾客的销售 是吧 这个业务活动 控制目标是紧接受在信用额度内的订单 它针对的认定就是为了防止怎么样 卖出去收不回钱 应收账款 它的准确性和计价分摊 常用的控制就是由管理层来审批信用额度 是不是啊 那被审单位怎么样啊 被审单位就它的相应我们描述的这一大段 是不是啊 那被审单位的控制 被审单位的控制 我们刚才都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啊 那接着被审单位的这个控制和这个 我们常用的控制一致不一致啊 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 就是由管理层来审批信用额度的 所以被审单位的这项控制 是能够设计是合理的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也做了这个在了解过程当中 也做了穿行测试等等 发现它得到执行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当年的 它的新顾客当中 我抽出来几个新顾客 是不是啊 抽出来一个或者两个新顾客 我去看追踪一下 这个新顾客销售部经理是怎么做的 这些资料是不是齐全的 然后到了信用管理部经理是怎么审批的 是不是啊 然后初次这个录录系统以后 初次交易是什么样的 都是符合的 所以得到了执行 对不对啊 那我们就可以接着就最后就 我打算不打算信赖 我打算信赖 那我就做控制测试 所以这么一个思路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在这讲的这个思路 这是我们实务当中啊 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但是在教材当中呢 它是另一种讲法 在教材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教材里面 163页倒数第二自然段 在业务流程层面 是不是啊 我们采取的步骤是什么呀 那这个第一 确定被审单位的重要业务流程 和重要的交易类别 第二 了解重要交易流程 并记录获得的了解 第三 确定可能发生的错报环节 第四 识别和了解相关控制 第五 穿行测试 第六 进行初步评价和风险评估 就是这么六个步骤 那我们现在呢 在按照教材当中给大家 把我们前面讲的和这儿的 给结合在一起 那首先 确定重要业务流程 和重要交易类别 大家一定要知道 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被审单位 它的业务流程和交易类别很多 我们不可能 把所有的业务流程和交易类别 都面面俱到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重要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得像工业 像制造业 是不是啊 生产型企业 共产销 那商品流通业 够销存 对不对啊 所以那这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 被审单位 整个经营过程当中 划分的 划分为几个重要的业务循环 然后我们去确定 哪些是重要的业务流程 重要的交易类别 然后重要的确定下来了 我就得针对重要的交易流程 进行怎么样啊 了解 是不是啊 询问啊 观察啊 检查文件记录啊 画流程图啊 做那个调查表啊 对不对啊 所以那我就怎么样 在确定了以后 那注册快师便可以着手了解 每一类重要的交易 在信息技术或人工系统中 生成记录 处理和报告的这个程序 是不是啊 记重要的交易流程 画个流程图是怎么样 然后用文字描述描述 对不对啊 那我们给他记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初不了解到的 被审单位的内控是什么样的 注册快师通常我们这种了解 这是比较详细的比较这个一般 那我第一次审他的时候 我肯定要了解 等到明年再连续审计的时候 他这没变 没变那我就怎么样啊 就不用再重新的都走一遍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通常只针对每年的变化修改的 啊 修改记录的这种流程的工作底稿啊 只针对变的我才记录流程啊 除非被审单位 他的交易流程发生重大改变 比如整个都变了 是不是啊 那我就得重新做这一块 这就是一个 这点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啊 那这个有的时候呢 那我连续审计 这一块的工作量就没那么大了 接着确定可能发生的错报环节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啊 就是确定什么啊 容易发生错报的环节 就是常用的控制 啊 常用的控制 或者也可以叫关键控制 实际上只要这个控制 也就说按照我们内部控制的应用指引 是不是啊 那这个应该是各项业务流程 应该是什么样的控制 都应该包括哪些 那这些被审单位的这个设计的控制的政策和程序 是什么 它能不能够实现控制目标 能不能够保证业务活动能够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来完成 保证其真实完整和正确 所以这是什么我们确定可能发生的错报环节 实际上就是要找出来常用的控制活动是什么 是不是啊 关键的控制是什么 针对这个控制目标 所以那接下来第四识别和了解相关控制 识别和了解相关控制 这就是基于这个针对关键的控制 是不是啊 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去 从我了解到的被审单位 这个交易的全部当中 我得去识别出来 真它关键的控制 常用的控制活动是不是有 预防性控制有没有 检查性控制有没有 该有的关键的控制是不是都有了 所以这是识别和了解相关控制 所以这点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这个被审单位 是否建立了有效的控制 是不是啊 以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这些错报 就针对那些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被审单位是否遗漏了必要的控制 是否识别了 可以这个最有效测试的这个控制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去把 我们先容易发生错报环节 把标准的控制 应该有的控制 我这个搁这了 然后再进一步的识别和了解 被审单位实际做的 然后一对 就是标准答案和答卷一对 就知道他设计的是否合理了 对吧 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呢要注意 预防性控制和检查性控制 从字面给你看 预防防患于未然 所以他往往是在前头的 什么授权审批呀 对不对呀 什么连续编号啊 这都是预防性的 检查性的是后头的 是不是啊 是后面的 什么复合呀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这个165页预防性控制 预防性控制什么 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 这个收获报告 同时这个更新 这个什么采购档案啊 是不是啊 然后什么授权等等 那检查性控制什么 什么编余额调节表啊 等等 是不是啊 然后定期核对啊 报告例外事项啊 这都是检查性的控制 所以我们给你一项内部控制 你得分得出来 哪个是预防性的 哪个是检查性的 一个这个设计合理的控制 因为为了实现这个控制目标 常用的就容易发生错报的环节 关键的控制不一定是一个 可能是通过几项关键的控制 来实现一个目标 里面既包含预防性控制 还会包含检查性控制 所以这是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第二个要注意 注册快师之前的了解 可能表明被审单位在业务流程层面 针对某些重要交易流程所设计的控制 是无效的 或者注册快师并不打算信赖这些控制 这时注册会计师没有必要进一步了解 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如果我不打算信赖就没有必要 就是我进一步的了解就没有必要做了 就我在前面我就已经就发现不好了 在一开始对重要的业务流程和交易类别了解 一了解我说这不行啊 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 我一了解下来 这业务流程图 这流程图明显看出来这不对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不打算信赖 我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 在这个这一步识别和了解控制 然后接下来 那我执行穿行测试 证实对交易流程和相关控制的了解 我前面做完了 第四步做完了 我还要怎么样啊 这个做穿行测试 执行穿行测试 抽取什么少量的业务 拿到制度当中怎么样啊 追踪一下 然后追踪 通过追踪 一个是证实我们前面了解到的 被审单位的这个业务流程的这个控制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完整的 有没有我了解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我在了解过程当中就有疏漏 或者了解的就不准确 对不对啊 这种可能就会发生 所以为了了解 为了那个为了解各类重要交易 在业务流程中发生处理记录情况的这个什么过程 注册快试通常会执行穿行测试 一个是验证一下 这个我们的什么前面的了解 再一个通过穿行测试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否得到执行 还可以看到一点它运行的效果 当然了 这时候穿行测试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什么 我可能只拿的一两笔交易去追踪 是做穿行测试 根本不足以得出来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通常来讲是不足以的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呢 首先要注意一下 执行穿行测试可获得的证据 我们执行穿行测试都可以获取哪些证据啊 在166页倒数第三自然段吧 那最后一行也算一段 第二行 确认对业务流程的了解 确认对重要交易的了解是否完整 第三确认所获取的有关流程中 预防性控制和检查性控制信息的准确性 是不是啊 第四评估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设计有效 设计有效就设计是否合理吗 第五 确认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确认之前所做的书面记录的准确性 所以这点大家要回客观题 如果我不打算信赖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但是仍然需要执行什么 我们这个就是适当的审计程序 你确认以前的就穿行测试还是要做的 为什么呀 就你可能你前面的了解没准不完整 遗漏了 是不是啊 结果你认为它不好 实际上怎么样啊 可能没那么糟糕啊 你确认以前对业务流程 即可能发生错报环节的了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啊 就是防止误判吧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穿行测试 穿行测试到这儿实际上对内部控制 我了解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我的两个目标 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有了结论我就可以第六进行初步评价和风险评估 那我们初步评价就是什么 不外乎三种结论 一个所设计的控制 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 能够防止发现并纠正错报 并得到执行 说白了就是这个控制设计合理 且得到执行 那我当然这点我就做我打算信赖他 我做控制测试 是不是啊 然后第二种可能就是控制本身设计是合理的 但没有得到执行 没有得到执行 那就跟运行有效性就更不用说了 是不是啊 我就不会去信赖这个控制了 第三控制本身设计就无效 缺乏必要的控制 那我也不会去信赖这个控制 是不是啊 那我也就不会做这两项 我们最后都可能不做 甚至只做很少的控制测试 基本可能就不做 我不打算信赖他了 只有这块我打算信赖 内部控制做控制测试 所以在这儿呢 那我就可以上述评价结论 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 还得随后怎么样啊 随后的控制测试 是不是啊 控制测试来验证他运行的有效性 仍可能随控制测试 是不是啊 那我控制测试验证他可能不好 那我接着又把风险调高了 以及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有的时候控制测试显示运行都是不错的 然后但是我做实质性程序书发现错报了 而这个错报应该如果控制运行有效 就应该能防止 就不应该出现这错 比如说啊 举一最简单的例子 被审单位是手工的 这个前一部的这个制单的人呢 比如7加8 大家都知道7加8得15 结果呢 他那时候脑袋那个弦搭错了 7加8他写于16 那后边接着下一个呢 是复合的人 复合的人7加8 7加8就得16 俩人犯同样的 这弦搭的同样的错 这不对吧 一般他可能 7八万 他如果搭错 7八不是14吗 怎么得16呢 你这错了吧 再除除计算器 7加815 这就是同样的 两个人犯同样错误的概率是很低的 所以那我们这里头大家注意啊 我做了控制测试 可能前面我觉得不错 做了控制测试以后发现不好 那我会修改我们评价的这个重大错报风险 有的控制测试不错 也不错 接着做实质性程序发现不好 那这时候我照样会怎么样 这时候就表明内部控制有问题了 所以我照样会把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调高 然后再增加我的实质性程序 所以这点呢 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这只是初步评价 后边他还会可能变呢 那我们这个风险评估需要考虑的这个因素 这个大家呢简单知道 这个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重点介绍的了解内部控制 特别是内部控制的相关的概念 是不是啊 相关的理论 包括什么他的这个一些我们和审计相关的 是不是啊 我们了解的深度啊 和审计相关的控制啊 以及我们控制的要素 和在业务流程层面了解内部控制的步骤思路 我们就都给大家介绍了 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控制中 属于检查性控制的是哪个 哪个是检查性控制啊 我们看A 财务总监复合并批准财务经理提出的 撤销银行账户的申请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授权的是吧 事先的 这是一个授权 财务总监批 他才能去干 检查性控制是干完了以后事后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授权的 接着选项必出难 不能兼任收入和支出的 记上工作 这是职责分离 肯定是事前的 是不是啊 这是什么 这是预防性的 事前都是什么 都是预防性的 选项C 财务经理复合 财务经理复合 会计编制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会计编完了 他复合 这是事后的 这是检查性的 D 财务经理根据其授权复合 并批准相关付款 这也是在付款之前 这也是预防性的控制 ABD都是预防性的 选项C 是检查性的 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 有关注册会计师 了解内部控制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哪些 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 选项A 注册会计师在了解被审单位内部控制时 应当确定其是否得到一贯执行 我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是否一贯运行 那是控制测试的 那这就属于控制测试 这可不是了解内空了 所以选项A说的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选项B呢 注册会计师不需要了解被审单位所有的内部控制 没错 我们了解的是以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接着选项C 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了解 通常不足以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当然了 是不是啊 他只是是否怎么样 是否执行运行怎么样 通常是出不来的 除非特殊情况 是不是啊 接着选项D 注册会计师询问被审单位人员 不足以评价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设计的是否合理 我问问他我就能得出来 那可不行 是不是啊 他这是口头证据 所以B C D 对了解内部控制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我们选B C D 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要素中 注册会计师在评价被审单位控制环境时应当考虑的有哪些 哪些属于控制环境的 是不是啊 那这里面 A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 这是 B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 这是 人力资源的政策与实物 这是 D对胜任能力的重视 这也是 A B C D都是都选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通常属于业务流程层面控制的是哪个 A B C D当中哪个是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是不是啊 A应对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控制 这肯定是整体层面的 是不是啊 B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 这也是整体层面的 C信息技术的应用控制 这是业务流程层面的 D对期末财务报告流程的控制 这也是整体层面的 所以这里面只有选项C是什么 是业务流程层面的 再看一个多选题 注册快师执行穿行测试 可以实现的目的有哪些 实际上就可以获取到的证据 也就实现的目的 A确认对业务流程的了解 没错 是不是啊 B识别可能发生的 可能发生错报的环节 他也可以做到 是不是啊 C评价控制设计的合理性 没问题 D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OK 所以ABCD他都能实现 那我们就都选 这是我们给大家就了解 内部控制这个知识点 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 这个知识点 我们是希望以客观题的形式来把握